其实深圳也有过坐冷板凳的时候 有 我第一次去那个海选就是参加好声音 然后我们是一堆选手坐在那 因为我是真的非常内向 我特别害怕别人 就是可能那个时候连招呼都不太敢打 所以我就坐在最角落 然后就一个个进去试音 然后就从中午等到了晚上十一十二点 所以我们都已经试完了 哪怕试了四五遍 然后最后选管就说 你带的选手呢 我当时就 我还要带选手吗 所以邱怡的状态我特别理解 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打破那个尴尬 我甚至不知道怎么去开这个孔 所以后面怎么打开的呢 我就告诉他我是选手 哈哈哈哈 而且我发现做冷板凳的时候一定要自己找事做 对 你得自己发热 那是一个自嗨锅 把板凳烤熟 哈哈哈哈 何老师应该没有经历过吧 哎呀还真的是 我我最我最冷板凳就是疫情期间 我在疫情期间的时候我就是没有不录节目的时候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自己安排自己 我每天把自己弄得特别忙 我学做菜健身找乐器然后画画然后看书就每天可忙了 你现在学会几个乐器了我会五个乐器 哇四个乐器效率也太高了 空灵鼓叮噔噔噔 哈哈哈哈 沸腾掉 另一种就是像周深说的 如果做冷板凳 你自己再不起来 越做越冷 最后你的屁股就冰得 恨不得粘在那板凳上 你都不知道 这两种极端都很可怕 人一定要有自知 不要陷在一个情境里面 包括你特别好的情境 你也要自知 你要知道那一定不是常态 忧患意识 还有很重要一点 就是一定不是说 你现在就是可以心安理得 享受这一切 你一定要知道 你在最高峰的时候 下面一定是下坡路 你一定要有办法 要么拽住自己 下滑的速度慢一点 要么就是要做好准备 积蓄东西 在我滑下去之后 我有办法再弹回来 这个其实是 人生就是战斗 每时每刻 哪怕比如说 不管是做冷板的人 还是一直在顶峰的人 都是在战斗 停不下来的 对 其实我有时候看你们选秀节目 尤其是总决赛的时候 尤其在现场的时候 我会有一种 可能中间很多人 并不知道 这就是自己人生的最高峰了 所以我会觉得特别残酷的 但这个职业就是这样 对 这个职业就是这样 还好马上实习项目就要发布了 冷板凳做不了特别久 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第二天的这个实习项目 我们来看看